白沙豚落境預計在4月7號的凌晨即將出發 那同仲人院今年也是隨著我們的媽祖婆 以及我們這個祥燈獎進行相關的落境行為 那在這過程中我們最容易發生的一些像是水泡 下肢水腫甚至抽筋等等的問題 是我們祥燈獎這幾年來最常發生的事情 那有鑑於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提供了相關的一些簡單的味道 我們希望各位祥燈獎 在這九天掰的過程中能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然後雙腳能夠很順利的完成這樣一個任務 祈求家裡的平安順利 那這簡單的一些相關會叫我們的製程QR嗎 或者相關的Lite的圖片 也歡迎我們所有的祥燈獎 我們的民眾能夠在這段期間能夠遵照上面的指示 那能夠讓自己在過程中能夠順利、平安、圓滿 那這過程中有一個急救的專線 但這專線的過程能夠讓我們在繞進期間隨著我們的隊伍 如果有急救需求、任何狀況需求 也請我們的香燈獎 請我們民眾能夠撥好正式電話 來尋求相關的一些協助 我們有非常多的醫護同仁、一些志工 甚至我們專業的醫護人員、醫生 能夠提供相關的協助與諮詢 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做救進的侯送 大家好 我是童綜合醫院搶救組的課長 那今年我們是第五年參加白沙屯的進鄉活動 那這前四年我們有一些發現了一些比較小的問題 那希望各位鄉跟小人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今年有提供了整個救護車的專線 那希望民眾有任何醫療上的問題 需要後送的問題 能盡量撥打這一支專線 那專線是0917-565-507 0917-565-507 那因為沿途 我們沿途行軍的鄉鎮 其實整個緊急醫療的資源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不希望鄉鎮角 能盡量撥打這一支不要打119 因為119會整個癱瘓掉沿線的緊急醫療 那各位鄉鎮角我們是最優質的 那我們不要造成在地的緊急醫療缺乏 我們盡量用我們現有的救護車 撥這一支電話 我們就能做到很完好的服務 這樣子 謝謝 iosa 既然hl